朱國榮 因為朱國榮這兩天 紛紛擾擾外傳在中國落網了 但民眾最關心的是 在中國落網 我們有辦法讓他倆回來乖嗎 有辦法嗎 如果就朱國榮這個個案來看的話 看起來是不大容易 我們先問是不是真的落網了 我們有沒有辦法查得到 現在不知道 因為現在 據說我們發到對岸 來上海刑事局查證 他就出沒廣東上海 然後刑事局就跟對岸來查證 已經已讀不回兩天了 對 我是覺得 為什麼朱國榮現在不知道 因為沒有時間跟地點 只知道說朱國榮落網了 被公安抓到了 那你抓到以前如果被抓到的話 但是我們的刑事局 一定有他的消息來源 對 有消息來源 問題是沒有確切的時間地點 所以他才要去問對岸 到底你有抓到嗎 沒抓到嗎 對岸不鳥我們 對 他不鳥 因為現在兩岸關係 你也知道最近那個很緊張 哪有可能要抓你對不對 雖然我們之前2009年 有簽訂一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跟司法付出協議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是 兩岸關係很好的時候 我可以盡量幫你 如果兩岸關係不好的話 兩岸都不抓你對不對 人在那裡你扁 好啦 那我們講回來 他開心可以把人撞回來 他不開心就不要插你 把你撞都沒關係 因為台東在抓這個人很快 你今天不管你坐湯 還是坐飛機坐什麼 這個我就真的想不通了 台灣很小 但台灣要抓一個人好像很不容易 而且經常我們用那個氣爆潛逃的 你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為什麼會跑出去 但是對岸呢 讓他坐湯 趕快是坐湯 我們這是坐湯的走 對不對 他坐湯的進去 這進去馬上就抓到 你記不記得高鐵炸彈客 那個湯 沒幾點今晚就抓到 他怎麼厲害 湯中賢跟豬亞都兩個 我跟你講大陸他們那個什麼 監視系統是很綿密 你知道 你坐湯下去 除非你躲到深山 老林裡面 對不對 沒有你只要出來 要跟人家接觸 城市都有天眼 一清二楚 不是他們有天眼 可是天眼他能辨識出 這個人是誰誰誰某某某 要通報 還是台灣的 台灣都有資料給他們 給他們 台灣的新聞他們都會注意 所以你今天發布的通緝 或者什麼照片東西的話 大陸手上都有 你今天像那個 胡宗賢跟朱雅東那個時候 高鐵炸彈客流 那種很吃辣 所以他們的大陸也有這些資料 你知道他們兩個 為什麼在大陸馬上被抓 因為他們兩個竟然去 廣東的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 最簡單就是去嫖妓 去飯店裡面嫖妓 那嫖妓也要通報嗎 不然他們怎麼 有啊 你進來之後嫖妓 而且這兩個人是生命 不是 我的意思說 旅館業者也要通報公安 要啊 今天來的人 你沒有登記有問題的話 因為你沒有身分 你來一定是拿台包證 或什麼東西登記 你對於這個外面來的台灣人 一定是要通報 通報的時候一比對 大陸的他們那個 辨識系統很厲害 他們那個人臉辨識系統 很厲害 所以一通報之後 而且他們很綿密 以前其實台灣也做得到 台灣以前早期都有 戶口調查有沒有 可是後來就沒有 注重人權 而且以前警察跟黑道混得很熟 後來就是因為 嚴世錡那個時候有沒有 有違安專案 是 就告訴你說 你警察跟黑道不能走太近 那個時候都要報告 所以你看 後來慢慢跟黑道關係 久了之後你就沒辦法 沒辦法做到這個 好 所以朱國榮 到底有沒有在中國落網 到現在不知道 一個問號 那就算在中國落網 他們抓到人 也不一定要還給我們 對 當然啦 你今天要看這個人 其實抓到人之後他會保密 大概五天到一個禮拜 為什麼 跟朱國榮喬 跟朱國榮喬 當然啦 台北抓到人都要先喬 如果你今天像這個經濟犯罪 而且你看 只要是經濟犯罪 掏空台灣的錢的 帶著巨款去的有沒有 那都一定先在喬 對不對 之前你看 所以你的意思是 在中國大陸 不管你犯多大的案子 你只要有錢 就可以買自由嗎 對 我們只要分成兩面 你看我們現在多少經濟外逃 或者重大逃犯 比如說陳友豪 你說陳友豪當然是一個例子 現在在台灣幾百億 對 羅浮柱 羅浮柱 真正人 廣山收購案的那個掏空案 羅浮柱還去酒店喝酒 還被拍到 他改名字叫傅柱 付錢的傅 難道不知道他是羅浮柱嗎 當然知道 可是你改名字 他是傅柱我查不到 我不知道羅浮柱這個人 對不對 對 傅大陸說 人在他手上 而且羅浮柱去那邊 投資很多生意 你帶動大陸經濟 像陳友豪也是 那時候他們不是那個 陳友豪投資的錢 是我們台灣銀行捲過去的 他管你 反正你去的話 你兩三千億 他是債留台灣 把我們台灣銀行的錢 關到大陸去投資 在台灣投資大陸 當然是 我之前再說 還有一個朱安雄 對不對 還已經過世的 包括那個什麼 王宥貞啊 伍澤元啊 那個去也是都沒事 那個債人要抓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被抓 很多是小屁孩去被抓嘛 那個經濟 像那個薛球 他為什麼還給我們 薛球因為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他去了什麼都沒有 他們也不想要這個 那個時候公安還跟他講說 你今天只要付500萬人民幣的話 我就保你平安出來 他拿不出來 你該死嘛 你去那邊跑去台北 你沒有錢 抓到了 所以薛球那時候他很擔心 他自己到底出了什麼 一個開口跟你說500萬人民幣 薛球沒有錢 被人求就送回台灣 對啊 因為你沒有錢 因為他也不想要薛球 就還給你 而且那時候 那個時候大陸還想說 你薛球到底是騙我 還是真的還假的 那個陳毅華薛球兩個人 你知道嗎 那個薛球那時候出庭的時候 一個禮拜 他出庭的時候 是不是變得一頭白髮 他每天抓出來 信問幹什麼 還有人家講說他行囚 他比... 對啊 你說你在台 綁了那個張宏年有沒有 你拿的俗款還有什麼東西的話 你到底有沒有錢 你不是還跟楊登奎 跟那個楊光友不是勒索嗎 你到底有沒有錢 他都把你抓出來問 有錢就拿出來就沒事 沒錢的話就... 那薛球到底有沒有錢 當然沒有錢 他根本沒拿到 那時候被中間人給暗幹 哎唷 中間人還活著嘛 所以我就說薛球跟陳毅華 那時候很可能 對不對 有很可能給他做下來 人家講說 他去大陸之後 他還安排說 那個中間人 那個叫什麼 他安排他去大陸 他還跟他講說 你去大陸沒事 你不要把我供出來 就綁張宏年這些事情 你不要把我供出來的話 我馬上就匯款給你 那時候講好是一千五百萬 所以他一塊錢都沒拿到 沒有 你去了說 一千五年都沒拿到 你去台中我當作沒有這件事 所以他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公安講說 他的資料是說 你明明有拿到錢 為什麼沒有 天天把他抓出來訓問 把他刑囚這樣 所以這種招不出錢的公安 就還給我們對不對 對 那個就丟給你 我記得他那時候 還會給我們的事後 那個多大震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林仲仁 林仲仁 張化憲業會副議長 那時候都喜歡把槍 把人家綁到那個砂石場 把槍堵在家裡 恐嚇他我幹什麼那個 靜義會槍還掉地上 不小心他說 我喝酒找的 穿再撐走 那個林仲仁後來 跑到大陸去 他那時候去大陸很厲害 他故意在醫院裡面結食 把自己瘦到剩39公斤 讓整個腎就壞掉 那個指數出現異常 就保愛就醫 他就擠趟下去 他去大陸的時候 剛開始因為他有錢 所以公安也睜一點逼隻眼 那可是為什麼 後來把他抓起來 要抓他 就是因為他去那邊 他講說 我們那時候也是聯絡大陸說 你要不要把那個林仲仁抓了 抓的時候把他送回來 大陸也是餘毒補回 那時候餘毒補回 那個時候那個什麼 林仲仁就覺得 你看 餘毒補回 表示我在這裡平安沒事情 結果咧 他就開始就很囂張 去夜總會就恐嚇台商 恐嚇這個也沒有 要收保護費什麼東西 你想也知道 大陸也有黑道 而且大陸的黑道 背後都是公安武警 所以等於林仲仁 到那個地方踩到人家的地盤 對 他進去 他也很囂張 他在台灣銷商館 其實大陸也是一樣 一進去夜總會 你錢如果沒穿好鎖 我穿就飛起來 對天花板就開槍 所以你搞得人家大陸受不了 就把人還給人了 他就開始要抓 沒有 他們要抓的過程之中 就是警匪槍戰追逐 飛車追逐 後來林仲仁的車 就撞到安全島 整個撞死 所以是在在大陸死 對 撞死在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逃大陸 那個朱安 那個朱果榮這個一定是先 如果真的抓到 他消息絕對不會現在公布 他現在就跟你搶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 喬 對 如果真的抓到就在喬 對 問一下東豪 其實我們還沒錄影之前 我就先問東豪 我說 如果我們跑去大陸 你看 沒消沒息的 他說現在正在談 正在談條件 照你的經驗 現在正在喬 怎麼樣啦 這是我前老闆 前老闆 那我就要硬啦 我們談的是兩岸互助 好不好 兩岸互助喔 嗯 因為剛才講到博祖了對不對 講一個故事 嗯 你知道有人敢騙羅浮祖 還騙兩次 那個人叫呂學 呂學人 以前國民黨中和的立法委員 那也是參加 你知道嗎 號稱在中和地區是百億升降 是 羅浮祖後來那個訓諜案 他跑也跟訓諜有關 是 羅浮祖跟他騙兩次 後來聽說 羅浮祖在上海的時候 有看到呂學人 結果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不能怎麼樣 不能怎麼樣 而且聽說 呂學人在上海開操跑 不能怎麼樣 有水嗎 所以對岸都知道 這些人是我們台灣的通緝犯 對啊 他也可以睜之眼閉之眼 對啊 他也可以幫你抓 他也可以抓了還給你 也可以抓了不還你 那這跟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現在比較緊張嘛 因為那個遊艇 應該是說漁船 他們稱為漁船 漁船的二死事件 快艇 快艇二死事件 現在鬧得兩邊非常緊張嘛 所以在這樣氛圍之下 他絕對不可能回誤我們的訊息 對不對 沒有這件事情 他也不會回誘訊息 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朱國榮是罷得出錢的 對 我對我前老闆唯一的疑問是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回故鄉 他沒有看我們節目嗎 我那時候在講他如果回大陸 一定被抓的 因為你回故鄉 人家一定會 要罷你一成 黑白兩道都要他的錢嗎 沒有黑道 就是白道 沒有黑道 一定是白道 我跟你講可以 可以拿錢的絕對是白道 而且 不是啦白道八丸再換黑道啦 那都一樣 我唯一搞不懂朱董 是怎麼會這麼有把握回去 而且他不是已經從菲律賓 到萬納度了嗎 對啊 那他幹嘛再跑去中國大陸呢 有一個啦 很不清土清 其實我知道的是朱董其實一直想 想回故鄉 對啊 而且他 落葉歸根 他在沒有出事情之前 其實還滿有把握的 就覺得他當年的事情 這個應該可以消案 你說大圈仔那個搶劫案 對 澳門的事情 但是 但是人家哪有哪裡那麼好過 因為那個案子多大 所以我搞不懂他為什麼會回 那是搶運超車 對他在廣東 他回廣東去 拍成省港疾兵的電影 第一個出手的一定是國安部 還不是公安部 所以我不曉得怎麼算 但是你說 台商在大陸 為什麼有的人過得一浪快活 我才會跟你講我懂的故事 騙他兩次的武術人遇到了他 大搖大板 他也不能怎麼樣 你也不能拿他怎樣 對啊 也不能怎麼樣啊 他們都會偷偷 只能看 塑底下有哪有照嗎 所以你的本性夠厚 你就不會有事 所以就是說 我們也別指望朱果榮對岸 抓了之後會還給我們 不可能啦 我們 放上路 快點 慶得 一 趁 RI 能